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警察小夫就来到家里 想抓他们回局里去 两兄弟见情况不对 给了小夫一棍就开跑 小夫见二人跑得还挺快 就开枪打中了哥哥的腿 外面传来一阵巨大的爆炸声 然后小夫就带着两兄弟下楼 可是下到一楼发现 门打不开 而且一楼之下还有楼梯 怎么都锁不完 无限循环 不管是从上走还是从下走 最终都回到了原点 就这样三人被困在楼梯间过了两天 小夫发现自动贩卖机里的东西昨天就吃完了 今天居然又自动补满了 而且大雄背包里的东西也会自动补满 大雄的哥哥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 失血过多而死 大雄就想开枪杀掉小夫 也不知道大雄有没有杀掉小夫 电影就开始了第二个故事 小小夫一家人准备开车到海边度假 小小夫的妹妹患有哮喘病 继父还把含有柠檬的饮料给妹妹喝了 果然在路上妹妹哮喘犯了 哮喘气还被继父给踩烂了 小小夫也忘了带备用的 就准备开车回家去拿 又是一阵巨大的爆炸声传来 在路上发现一直遇到这个加油站和路牌 就这样又反向开了几个小时 也是相同的路段 继父就想从路边看能不能走出去 这一走又是几个小时 继父发现怎么走也是回到公路上 妹妹也是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死了 电影又回到了第一个故事 时间一晃已经过去了35年 小夫已经放弃求生 成了一个脏兮兮的糟老头子 而大雄则将生活规划得很有条理 每天坚持跑楼梯 锻炼身体 成了一名强壮的中年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雄和小夫早已冰释前嫌 另一边 继父每天酗酒 也成了一个脏兮兮的老头子 小小夫也长大了 在野外生活 同样每天坚持锻炼身体 成了一名强壮的中年人 这时 电影采用蒙太奇剪辑手法 两条故事线开始交叉 继父说 我年轻时一次修学旅行 也被困在竹法上35年 上岸后又遇到你们一家人 在这公路上被困35年 之后你会遇到一辆警车 千万不要进去 老小夫告诉大雄 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我们活在真实的反面 真实世界里的我们 过得很快乐 我们的存在 就是为他们产生能量和快乐 之后你会遇到电梯 千万不要进去 不然会后悔的 果然 小小夫遇到了一辆警车 没能忍住上了车 上车的小小夫瞬间忘了所有事情 莫名其妙的 打扳了一番 成了警察小夫 同样的楼梯间里也出现了电梯 大雄也没能忍住走进了电梯 忘记了所有事情 成了一个服务生 在真实事件里 小夫大学毕业 娶妻生子 生活幸福 但是妻子和隔壁老王发生关系 自己杀了老王 背叛入狱 出来后跳楼自杀 大雄的哥哥也及时得到救治 没有死 自己也遇到了另一半 结婚生子 继父同样是酗酒闹事 最终隔腕自杀 一对新婚夫妇走进了大雄的电梯 走出电梯后 这里是酒店走廊 又是一阵爆炸声 不用多说 他们又会被困在这里35年 如果用1亿人民币做奖励 让你在相同的环境生活35年 你愿意吗 我是悟空 我们下期再见